对于这个事件还有留念 你不知道这个事件是假的 不知道这个事件是幻想 我们读了弥勒菩萨的报告 知道啊 所有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 都是波动现象 波动的频率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次 每一个波动现象就是一个幻想 第二个呢又是一个幻想 它不是一个想 就像我们看电影那个幻灯片呀 它不是一张片子 它是一个念头连续了 连续它不是相续想 相续是张张相投 它不投 所以加个相似 相似相许相 不是真的 全是假的 我们在这个上面起了贪嗔吃满意 错了 全错了 就是错用了心 应该怎么猜 应该怎么猜 态度是真的 如如不动 那是真心 不起贪嗔吃满意 相的记忆也清除掉 回归到灵记忆 它的能力是从这来的 那我们如果是把相不善记忆也通清除掉 我们只放一尊阿弥陀佛 能量比他还大 为什么 他的能量是自信的能量 是自己修行功夫的能量 这个几乎 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能量加一个佛的能量 所以这个能量比他更大 比他更殊胜 这个道理要懂啊 他俩访问一次时间太短了 当天下午他就走了 如果他想住上几个月的话 我就会教他了 加上阿弥陀佛更厉害啊 我们一定要懂得 要明了